大家好,我是巧妮 大家都说要学卤菜 今天我们做卤菜 买了三个猪蹄是80块 先汆烫一下 都捞出来 要马上用凉水 清洗两遍就好 今天这种做法我们是用啤酒来做 这是传统卤菜的做法 卤猪饺千万种 尝尝有朋友留言说 小娘多教一点卤菜 那我们每天吃的都是卤菜 这是表哥表嫂家卤菜果的镇店之宝 香料也极其简单 一个香叶 四片姜 还有八角 花椒 小茴香 如果有肉桂可以加点肉桂 我今天把肉桂用完了 还有冰糖 热锅加油 全当这里出花生 所以一般的都去用花生鱼 三个猪蹄是用了几几克冰糖 平常几几克猪蹄上色 如果你写汤多 不想吃冰糖也可以上色 昨天晚上我在李泰国 因为表哥家的李泰国也被教学生 其中女学生问你为什么需要上色 其实上色就是大福必要的一个手续 大家现在看到这就叫了上色 冰鱼 你配一个加热锅 冰鱼 你看这个冰鱼很难上色 酱油出了这个颜色 那要炒几分钟 一定要炒五分钟以上 就是这个颜色 先把这四点姜加上去 虽然我们汆烫了 猪肥与腥物 姜起到最新的锅里 再把上上的香链加上去 再加上水 水木火猪脚就可以了 乳菜好吃 主要讲究的就是这些小细节 其实也没啥 在上锅会开大火 炖煮10分钟 打开锅会香气可以 以前没有高压锅 就没有砂锅炖 今天煮的比较多 所以现在小锅里炒制好 然后放在高压锅里 焖15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好了 可以放高压锅里 好香好香 加上少许的盐 搅拌一下直接出锅 放在高压锅里 这个时候如果牙齿好的 就可以直接吃了 但是卢太讲究的嫩软 所以放在高压锅里 焖煮15分钟 分两次的炖煮 会使猪蹄更加的入味 剩下的汤汁 一定能放在高压锅里 这是精华 全部倒进去 今天的重点就是用啤酒 乳酪很多种的品种都有用到啤酒 啤酒机啤酒鸭 但是啤酒不是每一种都可以用 其泡沫多的 最好是圆浆 今天煮的比较多 一瓶不够 这就是清河脾脊 泡沫很多 这些泡沫都起到了非常有味的作用 好了 盖上盖 拧紧 15分钟就可以了 关火就可以拧紧 锅热锅的气自然冷气 现在打开一会儿 这些多余的香味就不要了 我们里面加了很小很小的甜 因为皮鸡粉线很鲜 现在把猪脚都捞 把这上来的汤汁都泡干 泡到这个程序 基本上没有鸡蛋 也已经放这了 马上出锅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猪脚 短短短 这样做出来的猪脚入口即化 我说过 这是我表哥表嫂 卤菜馆 他们那里招收学生 这是镇店之宝 每一个学生一定要学这一道菜 吃起来非常的软嫩 最后总结猪脚就是用两段 最后一炒 把啤酒的汁收干 这就是要力 好了 这就是卤菜代表之一 啤酒卤猪脚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再见 Whew - 我也 -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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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